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黑蒜的整个发酵过程 现在看到的是原料 然后用叉车把原料调到分碱间里面 工人进行分选 把有刀伤的个头小的都挑出来 你看一下这个个头 然后就装入发酵的架子上 整齐的摆放上 接着就是把架子推进咱们的发酵间里面 这是一个功夫活也是个力气活 我们看一下车间的内部 绕一圈满满当当都是这一圈都是 对还差几架 这样再来一架 再来一架 用人工小推车把它拉上去 然后放到里面 放到里面 整整齐齐的得摆放好 这样我们从北向南一共是九台机器 一共是九台机器 咱们走一遍 这是咱们的一个摊量间 里面都是半成品的黑蒜 需要再摊量两个星期 这是另外一个摊量间 现在库存比较多 这是人工扒皮 需要一个一个来 看一下这是扒好皮的 这个是用金装的黑蒜 这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认真去做 今天去做 想法去做 这是我们员工自己勉励的 一些话语 这是装瓶 人工装瓶 戴着手套 戴着口罩 戴着头套 符合卫生安全要求 保证产品的质量与安全 食品安全大于天嘛 需要人工一个一个的挑选 进行摆好 然后呢就是进行封罐 人工封罐 一个一个的封罐 现在就是上那个贴标机进行贴标 自动贴标 然后贴好标之后就开始封箱了 这是贴标机的这个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视频 贴好标有一个小滑梯滑下来 半自动化 然后做好成品 在成品间里面等待发货 还是等待发货 然后到此结束